1678年 吴三桂的金瑞被清军击败 大势已去 三月初二 吴三桂下恒州加冕称帝 敬国号为周 恒州也因此成为吴三桂名义上的都城 恒州也即是现在的恒阳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风水宝地 恒阳市作为中国十大风水名城 排名第一次的城市 三座宝塔 珠灰塔 杰龙塔 莱雁塔 分别锁住了恒阳三个河野 境内湘江的太极八卦流逝奇景 造就了恒阳山津水秀 严结地灵的环境 前锋年间 曾国藩 恒玉林在恒阳操练水师 恒阳也因此成为近代湘军的重要发祥帝 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 湘军水师为湘军的胜利 发挥了扭转战局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后期 通过恒阳保卫战 一举殲灭11万日军 严重挫败了日军的锐气 蒋介士也因此称恒阳保卫战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恒阳历来为湘南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各朝各代也分封了多位恒阳王 传到恒阳柳瑟山 恒阳独特的山水陵运 成就了恒阳卓尔不群的人文 也造就了恒阳的剑勇 而今 恒阳更是惊艳地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 可以说历史一次次选择恒阳 绝非偶然